軟嫩牛排裹上金黃麵衣 再放上烤盤製烤 來自日本的炸牛排 連鎖名店吸引大批名人造訪 想吃還得花時間排隊 卻有民眾投訴 用餐後回家複血好幾天 這才知道餐廳供應的牛肉 一定要吃全熟 開心用餐 身體卻出狀況 C先生打電話詢問店家 剛開始店員表示 不清楚什麼是鑄汁肉 轉接給副店長後 坦承提供的是鑄汁肉 而且建議要烤到全熟再食用 但C先生不滿 當天用餐卻完全沒有服務人員提醒 實際比一比鑄汁肉和原肉差很大 烤熟後表面會浮出一層油 內部乾柴沒有肉汁 還有油花細長分不平均 因為油脂是額外注射的 還可能含有調味劑 粘稠劑等添加物 因此必須吃到全熟 七月一號食藥署標示規定 新制上路 鑄汁肉食品必須顯著標示 並加注警公熟食等警語 就怕沒煮熟 吃出問題 就回遭控的店家 雖然在菜單上有標明 但仍有不少人 對使用方法不清楚 也沒有服務人員告知需要全熟 客人吃了牛排 引發腸胃不適 店家的員工訓練 恐怕得再加強 三一宣 王一宣 王一廷新北報導